評價麻辣鍋 等一下這裡一人分來說 其實是有點ㄍㄧㄟ 它的口感就是一個字而已 嫩 我覺得其實冬天就是要這樣 對決奢華麻辣鍋 麻辣火鍋做無菜單 吃麻辣鍋 然後突然一個超展開 出現龍蝦 好吃的東西 其實真的是講不出口感 鍋底是可以加的 鴨鹹的話是 一人兩塊 到底是平價便宜的產品 吸引人還是高貴奢華的產品 令人嚮往 歡迎收看今天的就是要對決 那正式進入到冬天了 我們已經做了好幾集 都是冬天的食物 但是有一個食物 是我們一直沒有做的 那就是 天氣越來越冷 麻辣鍋越來越難預訂了 今天就來為各位比較看看 到底便宜的麻辣鍋 跟貴的麻辣鍋 它差異在哪裡 我們邀請到一位 應該也是很能吃的 吃貨 對 這個歌手來到現場 那我們掌聲歡迎阿達 阿達 知名歌手 音樂製作人 主持人 導演 創作過多首千萬點擊率的歌曲 超專業吃貨 2020發行新專輯 這波操作666 恭喜恭喜 恭喜什麼 新科牛爸爸 今天是坐那台車 然後我們再出去玩嗎 沒有 沒有啊 因為工作的時候 不太會開那台車出來 真的假的 跟那個林廷的那一台 沒有 沒有 新的民友 今天特別邀請到這個阿達 來陪我們吃這個麻辣鍋 然後我們第一家便宜的是在農安街附近 阿爾 這間算連鎖的 對 在我家附近 新高附近也有 其實也有一個 對對對 所以連鎖的到底 但這家我沒吃過 近期有點夯啦 不然就試試看 對啊 對啊 我們進去吃吃看 Let's do it 好 那我們現在來到店內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這個Menu 我們這個是 琳瑯滿了木啊 對 就先看它的價格 它的麻辣鍋 其實最便宜的是麻辣臭豆腐鍋 175 然後一路搭不同的東西 就一路加加加 最貴會到三百多塊 所以我們先點一個最便宜的 麻辣臭豆腐鍋 點的這麼優秀是不是 你不要擔心 你不要擔心 你富貴YouTuber的正常 富貴YouTuber 它本來是有-三選一 我們直接升級成麻辣滷肉飯 它有麻辣滷肉飯 它可以用叉爾換的肉飯 然後再點個肉來算吧 你豬牛都吃嗎 都吃都吃 A5以下不吃 A5以下不吃 好那 沒關係 可以啦都可以 剛剛他們去點餐的時候 他們說麻辣臭豆腐鍋 雖然是最便宜的 可是它裡面的豆腐是臭豆腐 他們叫其他鍋 才會是一般的那種麻辣鍋的豆腐 所以我想說乾脆 我們麻辣臭豆腐鍋是最便宜的 我們還是點 但是我們這個牛肉片就不要點 我們改點一套牛肉片的鍋 直接點麻辣雪花牛肉鍋 對對對 麻辣雪花牛肉鍋270 270這個價格其實也差不多 175直接加100塊 是 哇欸很大鍋欸 等一下這裡一人份來說 其實是有點ㄍㄧㄥ 我覺得這大概兩人份了啦 好讚喔 在我面前的這個是麻辣臭豆腐鍋 你看它的這個豆腐就是臭豆腐 然後一樣有鴨血 但沒有 欸有沒有肉啊 沒有 沒有肉欸 它只有一些火鍋量 這175的對不對 我這個就雪花飄飄 欸很多片欸 欸欸蠻多的欸 對啊 畢竟是貴100塊 貴100塊 貴100塊 然後一樣有 喔這個就是 啊 板豆腐 板豆腐 對 喔這個入味指數應該有到 58.48 哇哇這麼精準 這麼精準是不是 它沒有到真的超級便宜 可是至少一個人或兩個人就可以吃 因為麻辣火鍋大家都覺得 要一堆人可以吃 五個人 某間麻辣火鍋很不錯欸 就你一個人去吃它讓你吃 但它對面會幫你放一隻 超級大的熊寶寶 欸欸我知道 那通常就只要一群年輕人去吃 對 所以你就會 自己一個人去吃又會更孤獨 好孤僻 然後旁邊就會各種穿聚便臉 然後在那邊甩麵啊 然後就自己 你一個人點拉條子 他要表演給你一個人看欸 然後在那邊逗弄你的時候 格外難過 先吃肉飯好了 對 這個是它的麻辣滷肉飯 你這個人很難吃辣嗎 我能夠吃辣的是香的辣 香辣 真的太特別辣 老鼠辣那種 我覺得那已經不是辣了 什麼是老鼠辣 就那種老鼠辣椒那種 你知道辣椒越小越辣 那種短小的 嚇我一跳 我也是真是 麻辣滷裡面飄一隻老鼠 真的它的醬汁有一個 麻辣鍋的香氣 它應該是第一口進去的時候 那個辛香的味道會稍微從鼻子竄出來一點 對 然後我覺得它的 就單以滷肉飯來講偏乾 所以它可能還是設計給配著鍋吃 稍微會帶一點湯汁的時候就會剛好 來 各位來試一下 臭豆腐的部分 它還是有吸一些湯汁的 聞味道 它混在一櫃進去 不好意思 你這樣聞 聞得出來 我就送你去機場 我想說 你是說在迴轉盤 對 吃起來是臭豆腐的口感 但沒有到很臭 它臭豆腐沒有辦法入得太深 那裡面這樣的話 但它臭豆腐的香味還是有 它這個湯是可以喝的 因為有些麻辣火鍋的湯 喝下去就是直接送 它這個我覺得是能喝的 它這個感覺很像紅燒 可以喝 其實蠻甜的 是嗎 香甜 其實麻辣火鍋的湯可以喝 對很多人來說是一個福音 有些人真的很喜歡喝 它喝它蠻少的 它的是清甜的 而且它有煮蔬菜 所以還有一些蔬菜的甜味 就是有一點像 比較重口味的紅燒牛麵 對對對 它鴨鞋好吃 鴨鞋吃起來給我感覺是很新鮮的 我自己吃鴨鞋就是絕對不能有新鮮 有新鮮會會很樂觀 自己吃麻辣鍋 我主要會追求要吃豆腐好吃 所以我很喜歡吃頂王 兄弟 是不是 麻辣火鍋真的 豆腐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鴨鞋你可以一直就放在它那邊 我自己喜歡的鴨鞋 它的口感就是一個字而已 嫩 它一定要嫩到爆炸 就是追求要嫩 追求的那個嫩 那個肌膚絕對是要 不是18歲喔 15歲左右 就是追求違法 對 就是違法 追求被關 追求被 我是喜歡吃豆腐的時候 切開的時候 然後讓那個剖面再浸一下湯汁 哇 你要追求它是吸好吸滿 它的口感滿不賴的 它的板豆腐其實有點偏嫩豆腐 不過我先吃完板豆腐 現在回來吃它的臭豆腐發現 臭豆腐是油比較臭 我吃到整個在流汗 對啊 我覺得其實冬天就是要這樣 鼻塞也好 過敏也好 感冒也好 腸子都暖開啦 腸子都暖開 叫高歌是不是 對啊 你最近不是初心專輯 對喔 原來這個是Q點 這波操作666 9man就是聽音樂 直接拿裝家機的遊戲片盒子 來當專輯 沒有錯 完整的專輯耶 完整的專輯 而且都是跟一些大咖Beat 哪有 又沒有你 差 就差我一個 各平台都上了 各平台都已經上 然後MV都已經慢慢的在釋出了 大家可以到我頻道看一看 為什麼會用這首歌做 這波操作666 當作專輯的名字 唯一一首 可以概括這所有情緒的 就是這波操作666 其實是在講遊戲的 所以就是 有鳥屎六探他們 跟很多 跟很多我認識的 因為他們都是打電動 所以我們就想說 用這首歌就是來代表 出這張專輯的操作 666 666 好 大家支持一下 各大平台都上了 來試一下 雪花牛 油脂感蠻多的雪花牛 雪花牛可以啦 因為我覺得雪花牛 你自己去外面點 其實吃這種比較平價的話 肉越薄是越好吃的 阿爾麻辣火鍋吃起來就是 我覺得算中規中矩 但優勢就是 自己一鍋 自己一鍋是非常重要的 基本上你想要吃的麻辣火鍋的東西 裡面也是都有 都有 但你如果是要 享受那種 它一直煮 提煉再提煉 濃縮再濃縮 那種的話就是 可能要吃 就是大家一起吃 但是一個人可以享受 不管是你喜歡吃鴨血啊 豆腐啊 或者是你要蒜肉 火鍋料 基本上這邊都可以 其實是蠻爽的 但我還是比較喜歡 一群人聚在桌子前面 在那邊打嘴砲啊 然後蒜肉 所以我們先消化一下這兩鍋 待會準備前往另外一家 貴的麻辣鍋 各位接下來奢華的要來了 麻辣 麻辣你有吃過嗎 麻辣我有吃過 厲害 因為麻辣我沒吃過 因為我沒有 常常聽人家講 對 常常他們跟我說麻辣多好吃多好吃 然後去講說應該很難訂 麻辣這個名字光聽就很臭屁 地段是在蠻熱鬧的地段 在松山區 可是這個電頭感覺就是很 有點隱密的感覺 對對對 有點電梯 有點低調 那個電梯在那裡拆 你幫我卡住 聽說我們今天要吃的是很猛的套餐 他這個麻辣神有分 一般麻辣鍋店跟招待所 我們今天要體驗的是招待所等級的 哇欸招待所 Joeman帶我來招待所 哇這個 可以進來了嗎 這個對決是另一級 今天先不要 他們說會有專人在旁邊伺候 對 頂級的 吃廢人餐 你說手綁起來 葡萄 啊 好看到底傳說中 招待所等級的服務長什麼樣子 我們繼續看看 走 那因為是這個招待所等級 所以我們給了我們一個蠻隱密的包廂 是 世俗的節目我們要先來看價位 所以先來看一下菜單 欸今天我們這個沒有菜單 無菜單 麻辣火鍋是無菜單 麻辣鍋只有無菜單 對我們今天吃無菜單的套餐 正常不是日式料理才會做無菜單嗎 那等一下會配備管家 然後何需求請你們自己要求 那我們吃的是套餐一個人三千塊 一個人喔 對一個人三千塊 麻辣火鍋一個人吃到生死 那一桌四個不就一萬二 對 所以我們直接問管家 對我們現在先請管家好了 你好 那今天的話呢 會幫兩位準備的是我們 三千塊的豪華套餐 老師有問題 所以是一般人來訂訂這樣的服務 就會配備一位 都會配管家嗎 會 都一定會配管家 那我們會依照客人的人數 會配一位或者是兩位 今天呢兩位吃火鍋 完全不用動手 但是要自己用筷子擠好 幫兩位介紹一下 今天幫兩位服務的管家潤潤 潤潤妳好 對 妳好 那今天因為歡迎兩位到來 有特別準備了私人的飲料 來招待給兩位 哇 謝謝 這個是初戀貴妃分子 哇 初戀 初戀真的假的啊 喝了就知道啊 初戀卡在喉嚨 不是不是 那個很像泡泡 像初戀一樣 一捏就碎了 沒有啦 好難過 有嗎 一顆一顆的那個 像鮭魚 像鮭魚卵 有有有 在我口中爆發 爆發 啊 你的初戀是口 酸酸甜甜 酸酸 有點黏稠 它裡面那個是有一點果肉的 你越講越歪 你這次變化黃標 酸酸甜甜 酸酸甜甜 好特別的口感 那我們趙麗還是要詢問兩位有沒有需要拍個照給自己的 這一定要先餵手機吃一下啊 而且它還有擺盤耶 拜託 這還活著嘛 對 對 對它還活著 對著攝影機看一下 第一道先放點上生牛肉煮果醋 那這可以直接吃就好了 喔 生牛肉果醋 對 你平常是敢吃生牛肉的人嗎 很喜歡 很喜歡喔 它有一點酸酸的 開胃 它這個主要是 前段是果醋的酸跟香 然後咀嚼一下 開始有一點點牛味進來 它牛味其實蠻香的 而且整個口感吃起來是甜的 火鍋來了 還沒還沒 這不是啊 啊 這不是 這是只給我們看 甜菜的湯 這個什麼 而且一定要喝完我們才會上菜刀 沒喝完 下一位NPC是不會進來的 那這邊放得上下第二道菜刀骨 哇 這個鳳爪 這鳳爪這麼完整的這樣一隻 它是鳳黃還是孔雀啊 哇塞 它好大隻喔 來囉 菜刀骨爪很厲害喔 入口即化 它真的是化骨眼長 嗯 化骨鳳的化 剛剛一口這樣下去 然後一損 它整個就變成骨頭了 一吸一拉整個就出來了 跟那個膠質感跟那個香氣 是很滿足的 然後它要撒一點點氣味粉 所以其實在中後段的時候 層次就稍微拉了 多拉了一點點層次出來 重點是它的滷香很香 這有滷香 它的滷香味很香 它這邊幫我們上第一三道菜 是我的串串香 這個鍋的話是要給我放下去 所以這不是麻辣鍋喔 還沒到 這隻拿來串的 對 煮串串香的 鴨腸啊 喔 鴨腸 太妙了吧 好特別的感覺喔 欸 這真的小鳥味的人 這倒完就飽了吧 這是一人兩串的意思嗎 一人兩串 哇 這個份量很可觀喔 對啊 那個辣油滴上去的感覺 很棒耶 好像為你人生增添色彩 來 我們來吃個牛舌 對 厚氣 這個厚度 很厚啊 我覺得它這個牛舌原本有點太厚 可是其實還是肉入味的 我原本以為太難嚼 然後牛舌的話 它吃起來口感最大的不同 跟牛肉是 它會比較Q彈 像吃筋的那種感覺 越嚼是越香的 然後它麻辣的香氣淡淡 我原本有點擔心辣油會不會很辣 可是我覺得有辣油有點畫龍點睛 我想吃牛舌 我看了它很久 我還在咀嚼牛舌 這要咀嚼很久 我不等你囉 好 肉出怡母香 好讚喔 而且它那個蒜段也很香 它其實滿大塊的 可是你一根咬下去 它那個感覺是咕嚕 咕嚕 咕嚕 它會有肉汁跑出來 而且它調味都不會太重 它第二段是那個嗎 那你有兩宿牛的獨家肉的味道 好Q喔 麻辣火鍋大家吃會覺得味道很重 但我們現在吃得到麻辣的香味 對 不太辣 還有食材的原味 幾乎不辣喔 對啊 它就真的是直取其香 好奇問題是香 因為剛剛它又換了一鍋 通常只有日式燒烤那種 它會這樣換網子 很像烤網這樣一直換 所以為什麼又要再換一鍋麻辣鍋 剛剛那一鍋是我們煮串串香的湯 對 不同濃度 對 不同 這一個是我們原汁的麻辣鍋 所以真正的麻辣鍋是現在才開始 對 現在才開始 而且要吃鴨血的 老鐵 剛在聊說哪一家鴨血好吃嘛 對 然後剛剛他們就說 你吃到我們的鴨血之後 就不會再想吃別家的鴨血 哇塞 那你們的那個鍋底是可以加的嗎 基本上鴨血的話是一個人配的 一個沒兩塊 第一次聽到鴨血一人只有兩塊 兩塊又很精準的 還不是說一人一份喔 他說一人兩塊 代表他鴨血花的成本或是工比較高 所以才會 會不會有可能他鴨血來一塊這麼大塊 我們吃我們的鴨血的話 要用我們桌上的刀叉 天啊 好精緻喔 我第一次看到一個碗 然後就這樣子喬好角度放一塊鴨血 而且他們有說 必須要用刀叉 他們說不用過來罵客的 會的 會打手的 會打 你幹什麼 而且他們說用刀叉其實是有講究的 他說用筷子夾的時候 他會把裡面的汁給壓出來 會擠到 哇塞 哇 你壓力很大 你壓力很大的 我要先喝一口湯 對 先喝一口 直接喝 它麻辣湯是直接可以喝的 對 我把湯都可以喝的 好 試試看 它前段是比較中藥的感覺 而且它前段入口的時候奇怪 這種口感我會形容它厚 很厚 它不是那種像水一樣 冰糖的湯件 它的濃郁是有點衝擊舌身 有一點點很多質在裡面 香料的質在裡面 它的濃郁度很強 而且我剛好撞擊到的是我舌尖 甜度的味道 對 它又有甜 它喝起來有點順口 怎麼辦 有點像是很好喝的中藥 對 人生第一次用刀叉吃鴨血 這個段一度 它叫什麼 它叫果凍鴨血 你看他說的沒有氣孔 真的很厲害 真的是幾乎沒有氣孔 它那個綿密度 給大家看 我覺得它口感就是前面 阿達在吃上一家評價的時候 他說他所追求的 對 完全就是喔 嫩是不是 它就是嫩 你也不能說是入口即化 它是嫩 你還是有一個咀嚼感在 但是就是鴨血的那個香氣跟口感 會讓我得到的滿足感是滿大的 我們剛剛有先喝它的湯 所以它這個鴨血一樣吸了很多湯汁 所以一樣有我們剛剛講的那個中藥的那種 中藥香跟甜味 你知道這種開心的程度就是 它那個入口 就真的像在吃果凍一樣那個滑溜感 入到好像他們本身就是 對 從小一起長大 它那個入味程度是 凍結了這個湯汁在它的體內 對... 彷彿是用湯汁做成的鴨血 對... 可怕是這樣子 你一口下去之後 你那個... 醒一下鼻子 那個香味會從你鼻腔重新竄出來 好... 哇 你真的很厲害 是很... 我第一次這樣子壓起來一塊一塊 然後就很珍貴 給你喔 我們去正常都是一口氣一鍋這樣 對啊 都會切個兩三片 而且還會弄碎很多在底部 對... 不過我必須說它這個湯頭 也不見得每個人都會喜歡喔 就是要能夠接觸到這個中藥香 中藥的那個厚度 因為我是很喜歡 這莫非也要用台南牛肉湯的手法 直接去燙它 好炫泡 哇... 真的很讚 因為正常牛肉湯都是清湯居多 用麻辣湯去汆燙的比較少 那幫您介紹我們的牛小排 有三種不同的吃法 第一種吃法的話呢 是先品嘗原味 所以放一片牛排排在你的湯匙上 然後帶上一點湯匙 直接吃 整個吃到嘴巴裡面就可以了 它前段一定要喝湯的一種中藥感 搭配這個牛小排咀嚼之後 牛小排的甜味也會進來 就延續下去 天上加甜 對... 現場得糖尿病 還有那個肉質感 哇... 好好吃 這個有點厲害 我懂你說的耶 是吧 這是一個combo的概念 對耶 好可怕喔 它的那個甜是 就已經有一個甜味出來囉 對... 但是你肉汁咬下去的時候 就一拳打出來 它會接力耶 combo 這真的是combo 第二種吃法呢 就是比較特別 包上我們的蒜粒 要用包的喔 好堅持喔 對 包進去就對了 這個是蒜把它切成一小段一小段 這個層次會咬下去會爆開啦 對 沒錯 一樣還是要搭配一點點湯 還要搭一點湯 一樣是一口送進去 會先吃到肉的甜味 然後接下來是這個蒜的香味 我永遠就擔心那個蒜粒會有點嗆 這其實不會 尾韻是有點蒜粒的清甜 我覺得它這個吃的順序是正確的 因為 先吃這個後面就沒那麼有觸感 對對對 要先吃 就是要慢慢加慢慢加 而且它好分離 它沒有打架 重複剛剛第二種包上蒜粒的吃法 只是多增加了剛剛這個辣油 一個是原味 另外一個看到裡面有香料的 是迷迭香 辣油還可以做迷迭香喔 對 那我幫你們加一點鹽香的 試試看 好 這是我加辣油的版本 大家有沒有看到上面的紅紅的 現在流下去了 我要吃了 老師 不會辣 不用擔心 確定 試試看 它後面會接到蔥的味道 但是一開始吃會覺得有點太濃 但咀嚼到後面會開始好吃 不辣 不辣 它辣油都不會辣 對啊 可是很香 因為麻辣火鍋其實它還是一種偏比較負擔的血 對 但我覺得現在吃起來沒有到 對 它有點在玩弄這個麻辣的香料 對 香氣 對 這個是我們的日本的紅油 就剛好驗一片這樣子 對 我決定我要分段吃 第一段先吃原味 第二段沾辣油 齁 你很會享受耶 是不是 剛剛我們就跟他要了 他們說也是很可怕的辣油 你是說這個辣油喔 對啊 觀眾朋友們 這個不是辣油 這是他們的那個獨特辣醬 就是要給真的很能吃辣的人 不過癮的人吃這個 這辣醬做到有點像辣油的油脂感 對 裡面懷抱著滿滿的惡意 嗯 嗯 哇 哥哥哥 你知道那個油脂的香氣 只要一出來就是什麼都對了 但他讓我驚豔的點是 我覺得他跟他那個中藥的湯頭 混在一起 好可怕 很舒服耶 我們趕快喝口這個湯 這個湯變了 因為有油脂的關係 對 喔 他那個和牛的味道跑進去了耶 那我要來沾一下他的辣醬 因為剛剛阿達有請他的經紀人 因為經紀人很愛吃辣 他超能吃辣的 剛剛經紀人吃了一口辣醬之後 就很嚴肅的對著阿達說 你要小心一點 好恐怖喔 會損失一個 優秀的YouTuber人才 等一下...老師... 快點... 快點...牛奶... 還可以... 你頭在冒煙耶 不是 因為一開始他舌尖碰到 但後來我覺得和牛的油脂有救了我 因為油脂有稍微蓋掉辣 真的喔 我覺得還可以 現在還可以齁 我等你15秒 看他那個後鏡上來 我手都蹦 直接暈倒 那接下來如果我海鮮沒有吃到的話 你就再幫我... 有什麼事情要交代嗎 專輯的講完就完了嗎 那就可以了 下次見齁 等一下你是故意的 不是 我不是... 不用為了我們節目做效果做成這樣 沒有...謝謝你啦 不會啦 我覺得...我覺得和牛的油脂感會蓋掉 如果一般的瘦肉不行 好香喔 其實好吃的耶 其實還好啦 太誇張了 有一點點醬 後面...來了 額頭有點煩 接下來幫你們下我們的蘿蔔片 這怎麼切成這麼薄啊 第一次吃麻辣鍋這麼慎重的在吃蘿蔔 對啊 哇塞 這是什麼東西 天啊 這個很酷耶 第一次麻辣鍋這麼隆重的吃一個蘿蔔 他還幫我們捲成這種很像花瓣的形 而且他剛剛手速很快 沒看到他們 我讓他上來... 所以這個直接這樣子咬起來... 對 整個這樣厚厚的吃 就會覺得他都吸飽的麻辣湯汁在裡面 這蘿蔔界的Lady M 他這算千層嗎 Lady M又是千層界裡的愛馬仕 所以他是蘿蔔界的愛馬仕 所以他是蘿蔔界的愛馬仕 好特別這個東西喔 它主要就是蘿蔔的口感 搭配吸飽的湯汁 接下來我們換清湯鍋了 換昆布鍋了耶 煮海鮮了是不是 龍蝦的蝦膏 這是湯耶 對 蝦膏在這種清湯裡面我第一次吃到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這幅光景 真的不講很像什麼花草茶 特別 它有一個算是淡海膽的味道 很淡的海膽的味道 這一輪吃完應該會飽 其實基本上 吃麻辣火鍋吃到這番甜點 吃麻辣鍋然後突然一個超展開 出現龍蝦 而且是用昆布鍋煮的 這不是下一集嗎 好棒喔 然後因為我不吃明蝦 他們補了這個松葉蟹蟹餃給我 松葉蟹真的是好棒 對啊 再吃個蟹餃 它松葉蟹餃還有淡淡的海水味 然後口感很好 哥今天為了感謝你 帶我來吃這麼好的料理 所以在一個外景節目 專業剝蝦人的身上 我想要先把這隻剝好的龍蝦 謝謝 整條的 謝謝 你還是太淺了 上當了吧 新鮮到爆炸 才能夠這樣子播出來 剛剛還是活著的 這個鮮味很濃 看起來是海水的那個鮮味 海水跟海鮮的鮮味 然後 好特別喔 它昆布的味道蠻強烈 而且我們現在就是都吃的是原味 對 我們沒有沾醬 好吃的東西 其實真的是講不出口感 就是它的那個彈牙跟它的那個 彈牙 麻繩老饕鍋 所以現在要下去煮 它已經煮好了 現在要繼續加熱一下 OK 現在又回到麻辣 又回到麻辣 對 裡面有牛筋牛肚大腸跟老饕肉 這四個部位 它都是有不同的烹調的時間 所以它會分四個時間下去 烹調之後 再煮一次 好高竿喔 我必須講就是我跟阿達 都是飽了 可是我還是滿願意再吃 看起來好好吃 這是海鹿一直重複這樣刷洗 我的味蕾 然後它的湯頭又跟剛剛 看起來比較紅潤一點 剛剛吃的是老饕肉嗎 瘦肉的感覺 可是它吃起來的湯頭 是麻辣鍋的湯頭 然後咀嚼之後 有那種牛的瘦肉的那種香氣 我來吃吃看你剛剛占不絕口的大腸 是我很喜歡的那種 你有沒有感覺 它是不需要咬的 而且大腸很難得放在嘴巴裡面 會爆出來的 它的爽度很讚 牛筋 綿密 牛筋很好吃 牛筋也很好吃 對 那個牛筋很綿密 這牛筋 好讚喔 這台的話可以淋一下辣油 然後再用刀叉把它切開來 跟自己吃 油條用刀叉子 油條可以加辣油 再加一下 對 我有淋上辣油 這個脆度應該是很多人喜歡的 油條脆度 吸了一點湯汁 但還是脆脆的 這個聲音表示很剛好 是嗎 就是它外皮有一點點軟 但裡面都還是脆的 這個其實還滿脆的 我懂了啦 我只能說我懂了 就是你嘴巴碰到它的時候是軟的 然後這樣咬下去裡面那種餅乾感覺 還是有脆感 好不捨得喔 這個麵剛剛煮一下而已耶 所以你看它的硬度都好像還在 有點脆脆的感覺 如果前面吃前幾道有喜歡他們加辣油的話 就會覺得這一道 雖然有點... 有點辣 但是... 你知道我要怎麼評判一道菜的辣度嗎 懂了嗎 看你鼻頭有沒有冒汗 那這邊幫兩位稍微介紹一下 神山鮑魚燕窩雞粥裡面的食材 先從米開始好了 這個米比較特別 它是採用宜蘭的鴨尖道 生食等級的貴丁雞 野生的花旗生 是用六年的花旗生 然後燕窩跟其他的一些 中藥材 中藥材的部分下去 好久 人生燕窩 人生燕窩 這麼濃縮提煉提煉 這輩子沒吃過幾次燕窩 因為吃燕窩 應該算是比較老派的有錢的 年輕富豪好像不太吃燕窩 燕窩是這樣子 我不太懂吃燕窩 燕窩通常都是做甜點居多 冰糖燕窩什麼 做粥的好像很少見 做湯比較多 它的這個粥吃誰 因為也加了很多中藥材 它枸杞的味道蠻陰險 枸杞的味道蠻重的 當然我必須說 有一件事情是我雖然飽 但我沒有到負擔很重的感覺 對 但是如果他待會兒送來一個很厲害的甜點 我們可能就還是會 我沒問題 我甜點也會分開 你也是 就看到甜點 我也會開始喬空間出來 我們等一下可以再拍一家甜點 我們出力一下 沒有 沒有 它本身就是兩棟 本身就兩棟 這個是沖繩的那一棟 它的甜點 你沒想說會不會是什麼 紅豆湯啊 我以為是冰類類的 冰之類 結果我竟然是饅頭 好可愛好精緻 它是來自沖繩的黑糖 他們有強迫症 他們連饅頭都做到沒什麼氣孔 真的耶 真的耶 好棒 還是它就是有一種呼應鴨血的感覺 它的味道有點像是在吃黑糖珍珠的感覺 還沒放進去黑糖味就起來 怎麼辦 我想吃下去 我覺得好飽 但是我飽 我先走了 好 那我們來總結一下 今天的奢華跟評價 那我必須老實講 就是今天的奢華非常的驚豔 就是相對的光芒 是稍微的蓋過了評價 麻繩的包括從湯頭 然後它的這種很細緻的服務 然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它的這個有點帶中藥底的麻辣湯頭 我搭配著牛小排的肉直接吃下去的感覺 很棒 我是你今天的No.1 它是我今天的No.1 我覺得No.1跟你差不多 我是沖泡煮過和牛的那個湯 你說帶有一點和牛油脂的中藥麻辣湯 好棒喔 其實我覺得這邊吃法很棒 就是它的湯是可以喝的 我很少吃麻辣鍋會喝那麼多湯 所以不管是鴨血和湯一起吃 還是就是牛小排跟和牛 我都覺得那樣吃是好棒 它的鴨血也讓我很驚豔 但是因為我個人不是超級鴨血派 所以我還是比較肉派一點 所以還是把第一名留給牛小排 當然麻繩偏貴啦 因為一個人三千塊 但他說單點可能一千五兩千 對 因為我覺得 我相信很多人吃麻辣火鍋 應該不會對海鮮有什麼太大的奢望 單點式的就能夠享受到很多很好的東西 然後我覺得今天的麻繩它適合的是 不敢吃辣的人 它是一個很入門階段的一個辣 對… 當然他們有說你如果要吃大辣的話 他們有大辣的做法 但是因為愛吃大辣的人的流派 又另外一個流派 不過我覺得的確是有 有符合我一開始聽到的傳聞 我覺得麻繩很厲害怎麼樣 的確我覺得它是很有特色 然後我們前面的評價我覺得就是很方便 每天出門然後突然想說 我要吃個鍋底的豆腐兩三百塊 然後就有 就是今天你如果說只是突然間 或者是大半夜 或者是那種的話 你可以就是擁有那樣子的東西 對… 去來電一下 但如果今天你有時間 它真的要花比較久的時間 對你有時間的話 你就可以坐在麻繩好好的享用一下 這是一個旅程 它那個flow 對… 就是坐在這邊吃飯 然後跟朋友聊天 或跟家人聚餐 最後也是再次謝謝阿達 今天陪我們吃了一整天 我要謝謝你們 真的很會講 不是… 對… 然後也是大家多多支持阿達的新專輯 這波操作666… 各大平台都已經上了 好不好 以上是本週的就是要對決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追蹤我的Instagram 我們就下週見囉 晚安 掰掰 來… 何牛你應該吃了不少 我何牛吃很多 我之前不是出外景嗎 我們還有去拍過何牛的比賽 真的是讓何牛來操場那邊走 然後好肥好漂亮 那第一名會現場吃掉嗎 現場烹煮嗎 沒有… 沒有… 那我就帶六隻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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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這該吃多少錢 不貴啦… 不貴 真的假的 不到十塊喔 天生,你活在甚麼年代 不到五塊喔 新疆龜帶來的對決是 平價溫泉,對決捨保溫泉 一個人40元 全票,這麼便宜 我覺得這件很適合你 可以吧 我覺得冬天泡太爽了 好棒 三萬五加一層 一個月前要寫預訂 突然住不到 我們期待在五隻香蕉 在陽台泡澡 好爽 真的超爽 訂閱 按讚加小鈴鐺 小妹,你帶我開箱